工业互联网将机器设备、控制系统与信息系统连接起来 利用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决策 是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 影响着整个工业价值链 机器设备感知形成了海量工业互联网时间序列数据 粤含丰富的工业语义 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数据资产 近年来 工业互联网已被中国、德国、美国等工业强国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发展前景广阔 在OT域 终端实时生产传输数据 鞭策监控数据 在IT域 业务系统存储管理 在线分析数据 这种端边云协同的不断深入 给数据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设备量级上 需从支持数万设备管理 升级为支持千万设备管理 在部署场景上 需从仅支持单点部署 升级为支持端边云协同部署 在数据存储阶段 采样存储丢失过多卸解 全量存储成为刚需 在数据处理阶段 顺序数据处理无法适应复杂场景 顺乱序数据协同处理愈发重要 在数据应用阶段 系统重心从存储为核心 向存储分析并重转变 针对上述挑战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在国家项目支持下 历时十年 采用开源模式 研制了清华数维工业互联网 时序数据库系统IOTDB 于2020年成为Apaq国际顶级项目 Apaq IOTDB具有多种产品形态 在端侧 提供了为时序数据而生的压缩文件格式 支持高性能写入 高压缩比存储和简单查询 在边侧 以完整数据库形态 提供增删改查 聚合检索 时序对齐等高级功能 在云侧 以分布式集群形态 为时序数据处理 分析与机器学习 提供支持 项目组创新研制了 存储 查询 处理解偶的端边云协同系统架构 透过文件存储模块 让用户像使用CSV一样读写数据 透过查询引擎 让用户像使用MySQL一样 管理数据 透过全面对接大数据分析引擎 实现查询分析 一体化处理 满足工业物联网领域的海量数据存储 实时数据读写和复杂数据分析等各类需求 项目组研制了面向时序数据的 劣势文件结构 TS-File 采用自适应压缩算法 极大提升压缩比 通过预计算时域 直预摘要信息 实现异常值快速过滤 数据位置准确定位 避免了磁盘扫描原始数据的高昂代价 克服了传统端、云测、一份数据两次处理的弊端 创新基于劣势文件的端云同步机制 实现数据 一次处理端云共用新形态 充分利用边缘计算能力 缓解了云测计算压力 发明了基于最大距离自然的模式匹配技术 支持端测与边测数据协同 发明了基于时序关系图的模式匹配技术 实现边测和云测数据协同 通过与开源生态集成 IoTDB已形成覆盖物联网时序数据采集 管理、处理、分析等全生命周期的完整能力 为物联网数据感知、查询、度量、决策等应用 提供有效保障 第三方测试表明 IoTDB与国际头部产品相比 性能优势明显 写入延迟降低70% 查询性能提升3.5倍 目前 Apaq IoTDB已在工业龙头企业、中央骨干企业、国家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 以及国际大型企业中推广应用 服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余家 应用领域覆盖能源电力、城市交通、工业互联网等 涉及电厂机组监控、能源管控、高端设备监控、期货行情数据平台、云服务、智能运维等场景 Apaq IoTDB开源社区已汇聚全球百余名开发人员 项目关注度增长迅速 2021年项目代码活跃度位列Apaq第六 在国内国际上形成了活跃的用户交流群体 IoTDB获最受欢迎中国开源软件、中国优秀开源项目等荣誉 2020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外IoTDB还被东方国信、阿里、华为、用油等二次产品化 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与用户规模 Apaq IoTDB互联网时代的新极箭